原来,我们这样造成焦状, 我们这样造成焦状, 我们这样保护这些 水年实费在栋档中处当立成焦状, 水年实费在投放出生锦, 这些水年都是上星在新墓川和大洲压局 另外的道路及后方体回家 一句标准,每一层风公分, 必须攻击175公斤的压力, 这些7件实费都超过200以上, 所以一切太减金的材料的共度 复合的标准, 但是这个上星的条件中控, 路面的水年的高度和點子的高度 也是明顯多過路段設計的水年是10公分 點子到5公分以上的標準 以外有頭缸減量的很兇 你數量不足當然就叫減量了對不對 數量不足因為你厚度不夠 厚度是原設計厚度這個AC15公分 那麼混凝度是20公分 那天我們量出來的部分的話 就是最後以試體來判斷的話是18公分左右 所以厚度是不足的 管副幹部署表示 工程會在路線沒有穿餐油 部分餐油出現後路面的高度不夠 其實這是一部分未來的好法加強 但是整體來說管副工程都是符合標準 當然我們在辦理過程當中 可能有部分會不足的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要去防範 所有的工程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瑕疵 這是我們會努力的一個方向 當然南樓線的品質有一定的一個水準 這個我們都可以到 一個我們相關的有相關的品管的一個制度 以機制都在進行 這個我們都可以把打包票給我來保障的 工程沒有這一次沒有這尺 目前工程報告還不出來 但是如果做的報告如果是不得到標準 以外的照合約請保障打條程座 記者聽聽彩虹報導